其实好奇心或者探索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但是探索其实是教你如何跟未知的东西相处 我是张周杰 我是一名从事数字设计和数字艺术的探索者 让计算机拥有更好的创造力是我的工作 所以计算机是一种可以让不断变化的一种状态 而且可以做到无尽无尽的那种状态 很像自然界 所以它有它的一种逻辑的一种推演方式 所以我们要充分尊重这种推演方式 而不至于去强干涉它 越干涉这个东西就越不 我觉得越不完整 我创作就是需要一个人完全沉浸 就一台电脑 一堆书或者一堆白纸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任何的太多的东西 就是一张床 我非常喜欢去感悟领悟粉丝 甚至否定自己 在不断地否定自己 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思维 思辨的一种方式 包括旅游也是一样 虽然我在旅游 但其实我在思考 不断地在思考 有时候会有一些零星的一种小小的顿悟 对我来说顿悟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小小的感悟小小感悟 有时候感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的时候 我自己对自己有开悟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我会无比地幸福 所以探索是一直激励我的一种原动力 始终保持着创作的自由性 精神的一种自由性和独立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